亞洲天王周杰倫 睽違七年終於要在臺北開唱 大巨蛋演唱會將在十二月上旬登場 緊接著天后張惠妹十二月二十一號 開始一連唱舞場 迎接演唱會及跨年商機 餐飲業者提前備戰 智能茶飲機接收指令 短短七秒鐘就能完成一杯茶飲 而且冰塊甜度精準掌握 全新手搖飲品牌UG 七月插期臺北東區後 不久就繳出亮眼成績單 十月下旬還要在大巨蛋展店 看好東區商圈的首搖飲業者 還有這家青山 就算是下著雨的平日下午 還是因為開幕活動 湧入滿滿排隊人潮 旁邊巷子裡的麵店 也是 最近才進駐 同樣在大岸路上 連鎖手搖一幕日 早在今年八月加入戰局 跟對面的債稅五分鐘 同條路上的可不可清新扶全 形成東區首搖一條街 大巨蛋大型球賽演唱會連發 帶來源源不絕的人潮 也讓暗淡好幾年的東區商圈 終於波雲見日 三立新聞 我們張庭祥 麗婷 台北報導